嘩,這裡有車,還有 Magik Z2 RSR 我們剛剛已經開箱了這輛,還有真車 WOW! Let's go! 發布已經開始了,我們進去吧 嘩,我們現在來到香港的 Magik 6 Pro 的發布會現場 今天除了 Magik 6 Pro 之外 還有 Magik 6 Pro RSR 和平板電腦的發布 OK,我們馬上看看今天的最大重點 Honor Magik 6 Pro Magik 6 Pro 在香港上市的版本 都有兩種顏色,就是我手上的綠色 還有另外一種灰黑色 這兩種機身的顏色都有各自特別的質感 在我這個綠色的版本 可以看到相機的模組 有一個暗化流線型,像樓體一樣的金屬拉絲紋設計 而旁邊有一個綠色色的金屬環 而在機背的質感 實際上手是比較類似掃皮、仿皮的質感 但它的紋理就不是普通建開的仿皮物料 它是一個流線型和樓體質感的壓花 基本的硬件配置 Magik 6 Pro 都一樣有雙卡雙待 5G 支援 有雙喇叭的配置 而它是屬於極靚的聲音 有低音,也有高音 有支援 IP68 防塵防水 而這部機的重點很可能是螢幕上 這部機的機身設計都是有緣用四邊曲面螢幕設計 所以整塊螢幕好像浮起了 包括左、右兩側和頂部的上下兩側 都有一定程度的弧形 雖然對於弧形的螢幕是見仁見智 或者是視乎自己的喜好 但無可放映 在這塊螢幕上手之後 它是立刻給我一種浮起了的質感 雖然高頻率的PWM 條光 Honor 手機不是第一次見 但這次新一代的 4,320Hz 的PWM 條光的螢幕 再加上它本身剛剛提到懸浮的感覺 它的確有令到一上手的時候 會感覺到這個手機的螢幕很潤眼 很舒服和很通透的感覺 而螢幕本身的顯示技術 都有支援 1-120Hz 的 LTPO 動態刷新率 以及今次的光亮度 在全螢幕行常的光亮度最高達到 1,600nits 不過重點是這次 HDR 內容顯示的 瞬時光亮度最高達到 5,000nits 這 5,000nits 的光亮度 在大太陽或任何場景之下 是可暫時見過最光的數字 都給了我的感覺 一望這個螢幕會顏色通透 以及它的高頻率的PWM 條光是很潤眼舒服 以及高的光亮度都增加了它通透的感覺 而特別關於這塊螢幕 在發布的時間 他們都強調這次應用了一個巨西玻璃的屏幕 主要的提升包括有精體密度提升了 50% 從而是令到抗跌性能上有增加 30% 而今天的影片贊助石春保護貼 出了一個新的產品線 是石春加壓網 他們給我的產品描述就是 會比原生的膠貼更加厚身 以及透光率更加高 而我的實際體驗的確是更加高清的 以及對於螢幕顯示效果的影響極小 完全貼合到曲面螢幕和高質素的梳水塑膠塗層 對於螢幕可以做到好的防刮花和增加耐用度 同時不太容易黏紙紋和高透的質感 再加上Magic 6 Pro 4 曲面螢幕 效果好像浮起了一樣 當然要有更高的要求 當然是TrySkin 歡迎大家在下面影片描述位置的連結參考 而Magic 6 Pro 的另一個最大重點 會是相機系統上 上次在MWC 西班牙發佈會 以及整個會場 我們都有用到很大部分的內容蝙蝠 去試了相機系統 以及用這部機器去拍片紀錄我們的旅程 但這次在發佈會 就有更加多的規格 以及硬件規格功能上的講解 主鏡頭是5000萬像素 1 over 1.3 吋的感應器 雖然沒有應用到1吋的感應器 但在發佈會的時間 就有提及到 依靠著他們極大的F1.4 光圈 實際上的進光量 會比起一部用F1.9 光圈 1吋的旗艦機 反而在進光量上 是有22%的優勢 而這個主鏡頭 給我最大的印象 反而是F1.4 和F2 兩段的調校光圈 雖然它未是一個無段式的光圈調校 但都夠用 在手機上有F2 光圈 都可以對著高光的時間 發佈現場高光的燈光 或者太陽 可以做到很明顯的聲望效果 這也是在光學上 或者硬件上 加上了一個拍攝體驗 這次最重點 反而是這個 2.5 倍 180MP 1.8 億像素的遠焦鏡頭 這個鏡頭的感應器 是有應用1 over 1.49 吋的大感應器 光圈都達到F2.6 發佈期間 有提到它的進光量 會比起同級的對手 即Samsung 或iPhone 普遍提升四倍更多的進光量 但實際上成像效果是怎樣呢 稍後我們會有一個 2024 年度的旗艦相機比拼 到時會比較一下它們的真實力 但發佈在這裡 我們可以先看的是 AI Motion Sensing Capture 在介面上的操作 可以先去Settings 介面 Smart Capture 內 有Auto Capture 功能 開啟了這個功能 AI 會偵測現在的主體 不單是人 可以是動物或寵物都可以 它會捕捉了主角 活動最漂亮的一刻 但仍然要靠手動 我按這個快門鍵 但要做到全自動 像現在我這樣做了一個Selfie 或者我真的 只有一隻手拿著Gimbo 或者手機 另一隻手拿著其他東西 沒有手區 它可以做到全自動的快門Shutter 在介面上的操作 就可以按這個 跑進的人 開啟了Motion Sensing Capture 就是真的做到全自動 它可以自動 detect 到現在畫面的主角 動到最漂亮的動作 一刻自動按Shutter 是全自動的 而在這裏 這次的重點是 Motion Sensing Capture 支援了遠焦鏡頭 2.5倍 一直到達5倍 都可以做到全自動 運動的自動追蹤和Capture 而配合運動追蹤和動作的偵測 這個鷹眼爪拍 其實都會用快的快門去拍照 可以將一些高速移動的物品 或者是人 都可以很sharp 地捕捉到下來 對比其他手機的自動模式 可能會用到比較慢的快門 出來的效果可能會鬆鬱蒙 而最後是這個5000萬像素的超廣角鏡頭 而它是有微距的 現在市面上的手機 最主要都分有兩類型 一個是長焦微距 而另一組就像HONOR這個超廣角的微距 這類型的超廣角的微距 其實就有大的彈性 可以拿遠一點就看到多一點背景 又或者拉到很近 將主角明顯地突出 但是它就明顯看到很大量的背景 未必足夠長焦微距 小米或VIVO 上面 75mm 的遠焦微距 可以將背景完全是Compressed 以及模糊化去突出主角 這裡值得一提 它的Wild Angle 鏡頭 是Wild到這麼Wild 0.5倍 它可以做到一些很誇張的變形線條 再配合構圖的Framing 可以做到延伸的感覺 還有看不看得到 它的HDR 是真的很積極的 所以這些藍天白雲的 所有的Texture 它可以出到很豐富 暫時初步上手這部機 最印象 真的令到我喜歡這部機 是0.5倍的Wild Angle 鏡頭 很容易做到有感覺的拉扯延伸效果 而它的HDR 又積極 所以很容易拍到很漂亮的照片 我這個街頭 360度轉一個圈 將來都很漂亮的 Wild Angle 可以做到不同的Angle 它真的很足夠Wild 除了Wild Angle 鏡頭之外 遠焦或其他鏡頭的日拍夜拍 在Barcelona MWC 的Trip 有很多樣張 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上次搶先偷步評測的影片 歡迎大家去重溫 而這個5倍的1億8千萬像素鏡頭 最盡最盡是有100倍Zoom 坦白說 100倍Zoom 是有一些噱頭 但在我們的實際測試 去到30倍Zoom 的可用度 都是比較高 1倍 2.5倍 5倍 一下去30倍 30倍 字很清晰 但樹葉會見到數碼化的效果 夜景的遠焦又是怎樣呢 市區夜景不算太暗 2.5倍 5倍 5倍 10倍 30倍 Zoom 的字都很清晰 而在這裏有特別留意到一個現象 Magic 6 Pro 的三個鏡頭 成像出來的效果 都有比肉眼更鮮艷的顏色 挺討好 但有些人會認為是微晶 對比一下iPhone 15 Pro Max 就會明顯看到分別 三個鏡頭出來 Magic 6 Pro 的色調都比較濃郁 夜景的話 的確會討好 因為鮮艷的顏色 以及高的對比度 整體出來的五光十色 以及氣氛都比較濃厚 而Magic 6 Pro 的1億8千萬像素 的遠焦鏡頭 低光拍攝都的確有一手 它很光 顏色很鮮艷 以及銳利 特別去到約10倍左右 仍然是很清晰 很可用度極高 好 我們去到更苛刻或光源複雜的夜景測試 在HDR 運算上 Magic 6 Pro 極之進取 看到車燈的運算 以及這座Handerson 的外場 完全不規則 是一個樓線型的立體 它的對比度 令整座建築物的立體感 很明顯 很突出 又或者是這個 終極低光 樹幹或樹葉的顏色 仍然是出到的 而後面高光也沒有爆光 而這一張 高光位是極高光的 而後面的樹葉或建築物 也有一個很好的平衡 這一張可以看到顏色鮮艷 再加上大的對比度 可以出到整張照片的氣氛 還有一個Cyberpunk的味道 整體來說 Magic 6 Pro 的成像 給我的印象 是極之易用 動態範圍高 以及顏色鮮艷 很容易拍到一些 偏偏就是大眾最喜歡的鮮艷 很好的成像 它的成像質感 未必是最像一部大相機 但反而 它作為一部手機來說 顏色鮮艷 光亮度高 以及任何的挑戰 大背光或低光夜景 都很容易拍到一張 就是大眾都會喜歡的照片 而相對比較高的對比度 以及高的顏色飽和度 其實拍風景或夜景 或任何建築物或人像都好 都很容易拍到氣氛濃厚 或任何光線反射 都會引人入勝五光十色的感覺 最後 人像模式的運算又是怎樣呢? 在Magic 6 Pro 的人像模式 支援主鏡頭 兩倍數碼變焦 2.5倍的遠焦鏡 以及5倍就是來自2.5倍的遠焦鏡 OK 實際的效果 這張是2.5倍 特意找來一個有前中後景 我的人就是放在中間的位置 前景的樹葉有一個很好的blur 而背景和主角的頭髮邊緣之間的偵測 亦都是極之準確 完全沒有失誤 這張用主鏡頭一倍 其實相對是最困難的 因為主角佔畫面比例比較少 而同時後面是一些草地或複雜的樹葉 頭髮絲的邊緣 亦都是很準確的 這是佩服的 而特別是自拍鏡頭 Selfie Camera 也有5000萬像素 再加上自拍鏡頭 在這裡特別看到 有一個Time of Flight 的感應器 有雙鏡頭配置 可以做到一個更準確的 3D Mapping 的人像模式 幫助自拍的人像 可以做到更加精準 和更令人更準確的散景效果 我們現在可以看幾張照片 這個Bokey 應用了兩個感應器 包括3D ITOF 的 Time of Flight 感應器 去做到更加準確的人像模式 很浪漫 順光就一定沒有問題 我試試調轉逆光的時候 太陽在那個位置 來一張大背光 還要用雙鏡頭人像模式拍的人像照片 除了美顏之外 這是一定的 還有一張後面的高光位 看到有滑雲和太陽的細節 都彈出來的 香港的夜景暫時在市區 還未能去到太暗黑 但是對於Magic 6 Pro 的 終極苛刻場景的表現是怎樣 有興趣的話 歡迎回到上次我們 在MWC Barcelona 的上手影片 而如果要問我在四部Android 主流旗艦裡面 去選一部拍照最漂亮的 先買個關子 下次這個2024終極旗艦比拼 是會給大家一個答案的 但是我自己的見解 是小米和Vivo 的定位 會比較像一部相機功能的手機 而Samsung 和 Honor 的定位 相對比較像 都是比較實用型 易用 和比較討好大眾 顏色會比較鮮艷 而當中 HDR 和顏色的運算 會比起 Samsung 更加積極 更加大的動態範圍 和顏色會再鮮艷 另一個最大的重點是 5600mAh 的電池 以及有支援 80W 的有線充電 和 66W 的無線充電 而至於效能方面 Snapdragon 8 Gen 3 的處理器 LVDDR 5X RAM 和 UFS 4.0 ROM 都是 2024 年旗艦手機的標配 我們亦循例做一個效能測試 有 CPU 方面的 Geekbench 6 的跑分 MAGIC 6 Pro 的效能發揮 算是 2024 主流旗艦 明顯比 S8 Gen 2 上一代有提升 而 GPU 的繪圖能力 和打機性能表現上 就有 3D Mark 的 Wild Life Unlimited Stress Test 的壓力測試 封值效能發揮 有 2024 主流旗艦機的表現 而 Stability 是 47.7% 與 S24 Ultra 相約 而在這個畫面 我們看到它到中後段突然下降 上去又下降 這是降頻降溫的跡象 即是手機到中後段有過熱降頻 變回正常 有過熱有降頻 測試溫度由 31 度提升到最後 46 度 屬於正常水平 整體表現是正常旗艦機 但說不上電競 或特別追求效能輸出 最後關於 Honor 的 AI 他們在手機上的 AI 的呈現 相對是有些不同 他們沒有在 Photo Editor 或 Video Editor 上 加入很大量關於剪片或修圖的 AI 反而他們的 AI 定位會比較商務化 主要是透過認出文字或圖像 再去了解到我們用途 最想要達到什麼作用 在發佈的時間 有做到一些台上的小 Demo 但在我們手上的這部 也有試過用到它的功能 第一個就像今天的發佈會 這個 invitation 有一個地址和時間 我們可以把圖中的文字 第一步是認出文字 認出地點和時間 HIGHLIGHT 之後長按 OK DRAG 拉到最右角 這裡可以直接去到 Map 去到 Google Map 會做的 就不只是找了一個定點和位置 反而會從現在的 location 直接推出一個最快的路線 是直接導航去買目的地 但是這個導航是預計我們駕駛或行路 如果要搭配公共的工具 都是要自己再手按 另一個功能在原生 Gallery 的圖片庫裏面 影片或照片都可以 可以HIGHLIGHT 我想分享給別人的一大堆圖或影片 再長按 然後都是 drag 到最右邊 這裡就有 IG Reels 可以直接把這堆內容生成了 IG Reels 或者可以更加簡單 把這堆內容發送 email 或者是 Facebook 或者 IG 或者 WhatsApp 大家聯想到的用途 這堆內容是分享了 IG Reels 它自動會匹配音樂 這堆內容已經有一個項目 把所有的影片和照片都合在一起 做了一條影片 最後這個功能是聰明的 還有它是有應用了以往 Honor 手機的 Knuckle Drawing 它可以用手指骨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可以用手指骨圈出畫面的一部份 找到這個之後 長按照圖 可以即時用 Web Browser 或者其他平台去找到這個商品 最後的售價方面 這次 Magic 6 Pro 在香港的定價 有兩個版本 包括有 12GB RAM 和 512GB ROM 是 7499 港幣 另外有 16GB RAM 和 1TB ROM 版本 是 8999 港幣 可以免費上升至 16GB RAM 和 1TB 版本 第二個選擇是 512GB ROM 版本 可以免費附送到 有 Honor 的 GS3 一個 Smart Watch 有錶和 100W 無線充電座 還有 Honor 的 Airbus X6 它們的定價相對都是進取 即是 7499 價錢 會有 1TB 和 16GB ROM 的選擇 或者可以選擇 512GB ROM 但有錶和其他工具 另外還有一些首扣的預訂優惠 有興趣的話 歡迎大家到 Honor 觀望 慢慢再參考 而今天的發佈會 還有發佈了 特別版的 Magic 6 Pro RSR 的版本 以及 Honor Pad 9 Magic 6 RSR 的特別版本 都是 Porsche Design 的特別設計 而這次的升級 除了在外觀設計有改變之外 在硬件都有升級 而外觀就加入了更多的零角線條 以及像跑車般的骨線設計 硬件的升級 首先有金剛巨細玻璃 會再比起 Magic 6 Pro 標準版的玻璃 強度和抗刮力都再有提升 而今次相機也比起標準版再有提升 除了有 1.8 萬像素的遠焦鏡頭之外 今次的主鏡頭是換成了鷹眼相機系統 H9800 的感應器 它是 1x 1.3 吋的感應器 而它的動態範圍比標準版的 13.5 級更加高 做到 15 級的動態範圍 而 Magic 6 RSR 特別版 暫時未有在手上 都很期待即將會到手 而在香港的定價是 $11,999 元 硬件都有升級 24GB RAM 1TB ROM 能否用得完呢 而今次發佈會最後的產品就是 Honor Pad 9 它是一部中階平板電腦 $2,299 元 Wi-Fi 版 以及$2,799 元 5G 版 長話短說 它是 12.1 吋的螢幕 2.5K 解像度 還有 8 個喇叭做到環回立體聲效果 環繞著機身的左下右三邊 而它應用 Snapdragon 6 Gen 1 處理器 也有 4Nm 的 最大重點是便宜 而有 8 個喇叭 OK 今天分享到這裡 因為上次MWC 時試了機器 今次在香港發佈會 我們都有再深入的測試了 稍後我們會 關於 Magic 6 Pro 的內容 很可能會跟其他主流旗艦手機的比例 以及其他的最新手機發佈資訊 以及完整的測試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鈴鐺 有最新影片第一時間在此 下次再見